又有文字和声音来传递不一样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松轩家的轩童 今天继续讲这部日本忍者类型动漫片 《贾鹤忍法帖》 胡怡见那五名忍者来的兔 当下慎重询问 天善却假说 他们只不过是初始贾鹤的使者而已 并毫不在意地说出了己方的名字 然后有意无意地追问胡怡的姓名 胡怡心中略安 于是淡淡一笑 报了名号 以后无忍对双方对战名单再熟悉不过 此刻杀心已起 天善故作谦逊道 居然胡怡小姐没什么重要事情要做 不如咱们顺路同行如何 胡怡虽然长了一副青春灿烂的模样 可心思却甚为老道 却见她眼如春水笑脸盈盈 却秃得打道 小女子不善结交朋友 还望诸位海涵 也不等天善回答 早起山越起 一个空帆飞入了小河对岸的树林之中 念鬼早已忍耐多时 她与天善不同 能动手时 绝不说嘴 这一刻 浑身的体毛 猛然倒竖起来 满头长发 向天空迅速延伸 搭上树之后 将念鬼的身体带起 如荡秋千一般 向前甩去 速度 急而奇快无比 几十个奇落后 已然追击 忽一见有人追击也不慌乱 自怀中掏出一把暗器 抖腕向念鬼打去 她心智来者实力不俗 本不曾击中对方知想 无非是阻拦一下而已 却不曾想 念鬼体外的毛发 早自动将暗器缠了 她却一刻都没耽搁 跃到近处 手中缠棍 即使而出 狐一哪料到对方来得如此迅速 但要躲闪 已然不能 这一棍 正处在胃部 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 狐一身体 跌落尘埃 就此晕了过去 一后五人围成一个半壶 本应就此先将狐一除了 可那几个男人 眼见狐一晕倒的模样 太过销魂 无不连艳唾沫 各自行找不宣 决定将此女带回一鹤 进行盘问 秋雨连绵 空中的乌云 黑压压的笼江下来 令人心绪更加烦闷 猪人早已返回一鹤忍村 郑武郎和猪娟 将村内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进行了汇报 一鹤上人们挤坐在一起 进行了下一步的商定 在村外的一棵古树之下 萤火偏然站立 激冷的雨水 早已将她的身体润湿 可萤火却浑然不觉 双眼淒迷地望着远方 呢喃道 叶长丸君 你一定要平安归来啊 叶长丸奔行在暴雨之中 她内心焦急 当日将竟然比她 提前一天返回 若是已经把解除 不占合约之势 告知假贺 那么一天时间 足以让一鹤家陷入被动 若如此 一鹤忍村 岂不陷入危机了 啊我的小营 不是会不会有危险呢 一想到萤火 叶长丸不禁胸口一射 也不管雨时茂密 继续提气前行 跑到一所古寺之外 忽听墙内传来一个声音 是叶长丸吗 你为何才会 书幻大人怎么样了 听那声音极为痛苦 却是一鹤家族长之下 第一人天善 叶长丸盲站定了身形 问道 天善大人为何在这里 怎能受了重伤 那声音咳了两声道 我久等你跟书幻大人未归 当下几路派人 分头寻找接应 半日前 我刚寻查到此 不想去被贾赫忍者偷袭了 唉 也怪我一时大意 叶长丸不禁脱口道 偷袭者 可是蜘蛛人将监 那声音喘着粗气道 不错 就是他 他们贾赫忍者 为何不顾当年条约 胆敢向我发动忍术呢 是不是幕府那边有了动作 叶长丸并未怀疑 于是将德川家康 命两家忍村 各选诗人决裂厮杀之势 和盘托出 当说到四百年和平协定已被解除时 躲在前后 模仿左扇方英的左卫门 不幸心中意境 啊了一声 心悸如发的夜叉丸 已然起疑 叔叔的话语突然停顿 在他手中 已经多了几根黑色的钢丝 左命黑丝线 无声无息 穿过了试墙 接近左卫门后 突然加速 将他缠住后 猛然拉紧 左卫门 顿觉呼吸不畅 不禁疼得冷哼了一声 夜叉丸确认 这声音绝非填闪 于是发力收紧了绳索 逼问道 你到底是谁 是贾赫家派来 截杀我的忍者吗 黑色的钢丝越来越多 左卫门再想脱身 已然不能 就当夜叉丸准备发动 最后致命一击之时 突然一双硕大的手臂 自尸墙内伸了出来 一把扼住了他的脖颈 夜叉丸的身体 被迫离开了低面 他想收回黑色反抗 可那双手去快速收拢 似乎将他的精力和气息 同时挤到了体外 夜叉丸的四肢 毅然贪软 一双眼睛如死于般 绝望地盯着墙壁 就见围墙内 依稀冒出了一颗硕大的头颅 原来 贾赫还有一个 能融合在墙壁中的高手 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送回去 小悠 你一定要小心这个可怕的人 这是夜叉丸此生最后的一个想法 伴随着那双手急速收拢 他的喉管已被捏碎 脖颈一软便已弃绝 小悠一语之中 夜叉丸的身体蜷缩着 浸泡在水中 不知何时 一只死去的彩笛标本 飘落在他的身旁 营火送给他的礼物 他会永远待在身上 贴在心间 树下的营火 猛然一阵悸动 夜叉丸君 为何你还不归来呢 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当初的誓言 你和我一起化作那一对菜蝶 飞到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雨雨无声地冲洗着营火的身体 营火双目润湿 也不知道到底是雨水 还是眼泪 关押狐一的盐舱内 灯火长明 突然 房门开了 却见腊斋 拖着那长如冬瓜的脑袋 大踏步而入 狐一的衣裤早被退去 全身上下只留了一件小衫 看到如此青春盎然的躯体 八十岁的腊斋 不禁热血上用 他快步走上前来 低声道 狡贺的女子 快点交代吧 你们家族中 那几个老怪 都有什么秘籍 接呼一气鼓鼓地转过头去 腊斋却笑了 突然声音一变道 女孩 还是说了吧 否则 你家腊斋老爷 可有好多办法让你说的 你可知我现在最想做什么吗 狐一面色大扁 声音颤抖而惊恐地叫道 你 你别碰我 本集完 一只狐一 能逃脱伊鹤家 这些龌龊忍者的侵犯吗 而刑部和左卫们 在击杀了叶叉丸之后 又为有何行动呢 请看下集 性感有物 藐视吸血大法 千变万唤 迷惑至情之人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请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